人情话在来看到国内现有的AZ疫苗将在第四轮用完 而第五轮要开打的56.7万剂莫德纳疫苗 主要会优先提供给第一到第三类对象 还有孕妇打第二剂 也就是说最后只会剩下47.8万剂 可以开放给第二轮登记的第九和第十类对象 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 这两类族群有170万人都是在等莫德纳 等于每四个人大约只有一人有机会打到 持药署也宣布已经核发26.5万剂高端疫苗的封肩证明书 就等指挥中心宣布开打 近期一大早民众来到诊所打AZ疫苗 全台凭疫苗接种 不过五国现有的AZ疫苗正在第四轮全部用尽 而第五轮将开打的56.7万剂莫德纳疫苗 则是会优先给第一到第三类对象和孕妇打第二剂 也就是说最后只会剩下47.8万剂 开放给第二轮登记的第九跟第十类对象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这两类族群有170万人都是非莫德纳不打 但同于每四个人大约只有一个人有机会打到 这个实在是很难的抉择 官方第九类已经超过这个四十几万剂的话 那就是第九类里面的优先之余 就是从年纪越大了优先 这个人生病会比较严重 需要住院占用医疗资源 通常就会比较优先 因为喊病有些人他就是代谢有问题 得了新冠以后呢比较容易重症 如果是考虑到喊病有疾病的人优先 这是一个方向 最后建议应该还是要让第九类优先 而国产高端疫苗方面 小鼠已经完成前四批26.5万剂疫苗检验 并且合法封肩证明书 这段指挥中心决定何时能纳入平台施打 但不少民众还是难免担心 万一AZ或者是莫德纳疫苗迟迟无法到货 会不会超过10到12周 还是打不到第二剂 已经10到12周也不见得打得到 都有可能的事情 那莫德纳疫苗又有一个困难 很难混打 有一个可能是看9月底BNT来的时候 可能到时候说不定会混打BNT 只怕疫苗不来 未来混打只怕势在必行 就会听我们一声听过的